我都搞清楚啊 佛法讲得最清楚 最透彻 五婆罗文教 比佛法早一万年 他们的这个懂得 但是也没办法 他出不了就到了国 所以在佛法讲什么是主 真心是主 自信是主 真如自信 佛教用这个名字 这个不生不灭 就是六祖会能 开悟队是说的 自信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 情境 从来没有人物 现在也没有人物 那人物是谁呢 人物是阿赖 阿赖也是妄性 真心没有人物 第二个 真心不生不灭 阿赖也有生有灭 妄心有生有灭 真心不生不灭 妄心 全是烦恶 无量无边的烦恶 真心没有烦恶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得能 无量的想好 都是自信没有的 外面没有 不要到外面去找 回过头来 自信一徒 圆满去除 好啊 第四个 就要加他的限制 他是定的 他不是动的 自信本定 所以为什么要求定 定 就跟真心 跟自信相应 不定 就浮躁 跟自信不相应 因此 佛教导我们 是以修定 为最主要的 八万四千发门 发是方法 门是门道 那么多的门道 修什么 统统修定 最后的结果 都能得定 所以说 发门平等 无忧高侠 就是任何一个发门 都是修定 这个要知道 我们念这个 加弥陀佛就修定 把心定在佛号上 除佛号之外 什么都不行 就定在佛号上 这个能量非常大 你看 最后 能生万法 佛教里的 没有将神 没有将造我主 能生万法 就是造我主 谁造的 我们的心 所以一切法 不离心 心是一切法的根本 这个心 没有形象 能心 一切形 它本自身 没有形象 佛法的修学 就是明心 见心 把自己的真心 找回来 真心 做主 我们今天在六道 六道里全是 忘心做主 四身法界 它也是忘心 不过它有九 它有很高的 决心 毅然用的是忘心 四身法界 到 十报庄严徒 那完全用真心 那 这第二个 三方便 忧郁徒 十 忘心用的真 没有用血